哈喽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废旧电脑如何变费为宝的这么一个故事 你看到我手中这个PC 它的配置是赛阳的1037U 然后内存是微缸的8GB DDR3的内存 这个PC是我前几年在隔壁公司逃到的 隔壁公司因为是一个小创业公司 它倒闭了 然后一些废旧的电脑我就逃了回来 这个价格当时买的是100元 我估计现在已经买不到这个 但是如果你有废旧电脑 不妨跟着我来一起把它变费为宝 今天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影音的中心 就是俗称的HTPC 这个名词如果你要不懂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HTPC面世了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80后或者90后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可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废旧的电脑 台式机也好组装机也好 那么这些台式机组装机 你可能把它放在某一个角落 已经早就吃灰了 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 废旧的东西变费为宝 成为你家里边的一个有用的东西 让你发挥它的最大效能 OK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了 第一步是先制作一个UEFI的启动盘 然后我们去它的官网去下载的一个镜像的文件 就是这个点击DiskImage 我们直接选这个稳定版本就可以 8.0.4 下载完成之后呢 用这个ETCHER这个写盘工具 把它写入到U盘里面就可以了 这里面选择镜像 点击Flash OK现在已经写入完毕了 然后我们拔掉U盘 一会插到这个电脑上就可以了 插上U盘之后呢 我们点击ESC 然后先进行一下主板的设置 如果你是老的 像我这种比较老的这种主板呢 默认是不支持这UEFI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下设置 我们在这个高级这个选项里 然后找到这个最下面这个 然后把这里面默认这个开启 选择关闭Desable 然后我们再保存退出 OK现在这个界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安装的界面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 然后它会提示你这个硬盘的盘幅 这时候我们就选择这块硬盘就可以 点击回车 点击yes OK现在已经提示安装完整了 点击OK呢 重启就可以进入到OpenLeak这个系统里面了 OK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呢 录一遍整个的过程 这就是这个OpenLeak这个系统 启动的一个全过程 咱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速度 用了大概20秒不到的时间 如果你的电脑好的话 有可能比这个速度还要快 现在进到这个界面呢 就是它的主页面 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比较熟悉了 它就是Cody的这个界面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电影呢 都是我这个NAS里面的一些电影 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下测试 可以看到它这个加载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我们快进看一下 非常流畅非常好 然后我们换一个电影看看 这些都是1080的 然后这个码流比较高也是1080的 我们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是秒开的 非常的迅速 这个体验就是比一般的电视盒的速度要快得多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4K的测试 这个电影前任三呢 它是一个4K的影片 可以看到是秒开的 非常的迅速 我们这里不做特别高马流的测试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CPU 如果你的CPU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做自己做一下测试 但是一般来讲 弱的非常弱的 X86的CPU都比一般的低价的电视盒子要强很多 我们这里边进行快进 看一下 非常的迅速 几乎是零延迟的 然后我接的这么一个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就是2.4G的遥控器 你也自己可以接一个 所以看到这个体验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放心了 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速度是非常迅猛的 OK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Cody的同步功能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输入这个浏览器的地址 这个地址是Cody的一个控制地址 你也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开启之后呢 它就出现这么一个界面 它现在正在播放这个前任3呢 就是我荧幕上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正在播放这个影片 那如果你想控制的话 你也可以在网页端进行控制 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好多的电影 我们随便推送一个 然后点击play 然后点击播放 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到荧幕呢 就已经同步的播放了 你在网页上推送的这个电影 那现在播放呢 就是当前这部影片 这个伯格小姐这部影片 上面有上下左右的一些操作 和遥控器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面我们点停止呢 它就真的停止了 我们点暂停 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上就暂停了 然后点击播放 它就开始播放了 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Cody的遥控器呢 有非常多种 也有这种手机版的 你都可以进行操作 这个同步的功能 还是非常赞的我认为 OK现在呢 我们做一下这个Cody的一个 插件的测试 我们找一个YouTube的插件 试一下 OK现在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随便播放一个看一下 OK现在它已经解析出来了 这个速度说实话有一点点慢 体验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试一下 现在我要换了一个 它这个加载速度说实话 还是不是特别快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看YouTube的 OK现在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HTPC的这个NAS的功能 现在这个鼠标定位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共享目录 还有这么多的共享目录 每一个目录里面都可以拷贝一些文件 我们随便找一个共享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影音文件 拷贝进去看一下 它速度是怎么样的 这两个文件大概是1.5G 然后我们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1.56G 然后提示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拷贝完毕 OK两个文件已经拷完了 给我的感觉是根本就不到一分钟 所以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做日常的储存 还有拷贝是完全没问题的 经过前面我的展示 大家已经非常清晰的发现 其实你认为非常弱的这种CPU 比如我这块1037U的低功耗 这么一个赛阳的处理器 它依然可以解码私配 如果你的废球电脑比我这个要强大很多 比如说是酷瑞系列的话 可能比我这个效果还要好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中使用的 这些X86的架构的这种CPU 表面上如果你去安装Windows 可能效能不是很高 但如果你作为电视盒子 或者是作为一个影音中心的话 它真的是完爆很多比较低阶的这种电视盒子 所以我们把这些废旧的东西变废为宝 这个过程我们能体会到其中的这个乐趣 OK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给我分享点赞转发 Open a leg Open a leg Open a leg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明镜需要您支持ア点赞转发 薄力量